台湾就业市场失衡 让不少的毕业生感到灰心 有网友从国立餐饮相关科系毕业 进入五星级饭店工作 但月薪却只有三万元 他说日本同事在日本同等规模的饭店工作 年薪大约可以来到一百万台币左右 那么跟主管聊过 就算晋升为主管 月薪也才四万元左右 让他很无力 身边有很多的同学都转职 当起业务卖保险 从观光产业前段班 国立大学餐饮系毕业 没想到除了社会进入职场 薪资待遇跟想象落差很大 这名网友很感叹 明明已经在五星级饭店工作两年 但还在里30K 同时在日本同样五星级规模 年薪将近百万 他和主管聊过发现 就算做了主管阶层 月薪也才四万 真相让人无力 难怪身边很多同学都转行 早知道餐旅业的薪水如此 当初肯定会改选别的科系 五星级饭店 他在薪资待遇 或者是升迁制度 员工福利方面 可能比小型企业来得有优势 但是整体而言 还是没有办法跳出 服务业的合理集聚 国外的薪资水平 本来就比台湾还要高 根据劳动部调查 106年至110年 毕业前五年 各学门的大专毕业生 劳退提脚工资数据显示 参与民生服务学门毕业的 劳退提脚工资 约三万出头 而资讯通讯产业和工程业学门 则在四万五以上 都在平均劳退提脚工资的水平之上 还有电机工程产业不抛夸分红 底薪早已远远超出 参与服务业 蛮严重的这种M型化的 这个职场新鲜的一个起性 可能文族的薪资真的远远不如 理工族 探影业甚至观光业都是走比较 这种低利化 比较少走这样 这种米其林比较精致的 这种高附加加值的这个路线 毕业生感叹 国内就业市场失衡 似乎在学生时期 宣科系的阶段就已经注定 自己职业的薪资待遇 这台北综合报道 国民党立院党团上午召开 记者会指控去年 时任卫福部次长的薛瑞源 和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 阻挡工商协进会 和全国工业总会买疫苗 党团总照曾明宗说 沈荣金打电话 给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伯峰 要他不要为工商协进会找麻烦 也不要为政府找麻烦 国民党团要求行政院公开道歉 对此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承证实 当时双方有交换意见 但最后无疾而终 前卫福部长陈时中则说 依逻辑判断 执政党不会去阻挡疫苗 民间愿意买 你还刻意阻挡 那这叫做间接杀人 怒皮政府阻挡民间买疫苗 国民党立院党团上午开记者会 原因是去年六月 工商协进会想购买疫苗 透过立委资民宗帮忙 但工商协进会理事长 却接到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的电话 这样说 在民宗更拿出截图 说六月十七号 卫福部联络人表示 当时还是次长的薛瑞源 已经得知民间要购买疫苗 但没获得回应 后来全国工业总会 找上国民党帮忙联系官员 更是无疾而终 民进党政府真的有协助这么多团体 包含工商协进会 包含工总 当然没有 执政党不会去挡疫苗 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 不只前卫福部长陈时中 跳出来说 政府挡疫苗不合逻辑 行政院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 更是花了不少时间 解释政府为了买疫苗 所做的努力 六月二十六号 我记得那时候我就有澄清 省副院长是有跟当时的工商协进会的理想 陈伯峰有一个电话质疑 交换相关采购的意见 文件没帮补 你要有技术性的文件 你要买的话 那个管道在哪里 去年疫情延烧时 救命疫苗有没有被挡 随着选战逼近 成为工坊的焦点 记者会在黄澄波台北上报道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 陈时中的免治马桶宣传片 爆出偷窥争议 还被网友拿来恶搞 而这股二创风也吹进了校园 政大学生贴文 说有人在南侧隔板 黏上陈时中的头像 吓得他赶紧撕掉 而身为政大学长的蒋万安 也直说学弟有创意 这让陈时中不悦地说 如果下次创意是在他身上 还要多多包涵 大大的陈时中头像贴在隔板上 乍看下还以为本人现身正大难测 好端端的照片 被学生恶搞成恐怖凝视照 因为先前免治马桶宣传片 惹出偷窥风婆 宣传片曾被拿来和电影 恶搞成偷窥梗 这回恶创风吹进校园 学生哭手写下 这装置艺术堪称民音界表率 他们学校里面 学校有学校的校规 那他们自己符合那个校规 没有符合这个东西就可以 我这个东西不会在意 再成了遭恶搞主角 陈时中不多评论 但身为政大学姐的 蓝营议员许巧新 发文说要带头像去直播 就连选战对手 也说学弟这行为有创意 其实我对于我的学弟他们 就是说他们真的是非常有创意 他就有创意 那以后别人创意到身上的时候 大家就要请大家多包涵 听得出还是有点不悦 似乎也怕年轻选票流失 不过帮忙选战操盘的 民进党副秘书长林赫敏 接受专访透露 陈时中很像2014年的柯文哲 未来选战策略 不会是打黄获奖这种单一策略 现在大概不会以说 攻击个别的候选 当作我选举的一个策略或战略 我的战略还是要争取 50%以上选民的认同 不会攻击个别参选人 但自己站在蓝白对手激活区 面对攻击只能见招拆招 这续圈李明洪 李诗玫 五条三台北报道 民间采购疫苗事件 媒体人周玉寇为陈时中 频频杠上慈悸 遭蓝营批评 支持陈时中就是支持周玉寇 对此周玉寇也杠上了蒋万安 在脸书公开 向蒋万安的父亲蒋笑颜喊话 要他约束好儿子 否则要把饭店开房间 离婚丑闻等真相搬上台面 蒋万安今天也正面回击 强调不怕周玉寇恐吓抹默 陈时中要选择跟谁站在一起 是他的决定 陈时中要选择跟谁站在一起 这是他的决定 我不怕那些恐吓抹黑抹红或抹黄 不怕媒体人周玉寇拿父亲蒋笑颜 过去飞闻威胁 讲完正面迎击 慈祭是捐赠500万剂疫苗 给台湾民众 稳定台湾民心的宗教团体 却被打成中共统路人 台湾人民不会接受 周玉寇杠上慈祭 被解读是护航陈时中 他脸书发文警告蒋万安 停止胡乱攀扯 强调他本人对慈祭的评论 与陈时中无关 批评蒋万安部长静没出席 还要求蒋笑颜好好约束 否则要把当年开房 写字条承诺和太太黄美伦 离婚的真相都搬上台面 并称自己是蒋家恩人 恩将仇报将天打雷劈 这些都是过去二十几年前的事情 现在用各种污蔑抹黑 是没有办法掩盖当时阻挡疫苗 罔顾人命 护航高端的事情 一场选举把爸爸都扯出来 将官冷处理继续走基层 来到内湖拜会 并门座谈谈市政交通 但拜访的议员陈益州 前办公室主任张焕林 才跑去挺黄山山 现在又爆出蓝营70位里长 改挂五党籍参选 如今黄山山还喊出 阻击湖南抢蓝军 蓝右线分裂危机 很重要的是 应该要坚定自己的态度跟立场 那也不应该随时改变 自己的人设跟认同 打选战就算挖出祖宗三代 也不意外 过去所作所为 也受选民一一检视 记者女生 我们下三大台报道 明镜需要关注